一毛不留 一毛不留 空了 还有两块钱 我还得坐公交回家呢 老轩啊 这个月的酒钱全部全了啊 行 处长 听您的 好好好 来 来 好好好 过了 有事说话 小金 你这个交际费用怎么样 全都捐了吧 全都捐了 好好好 下个月再交女朋友啊 好好好 谢谢你 谢谢你 郑主长 今天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帮助我 谢谢 好 那就先这样吧 大家该忙什么忙什么 我倒去别的部门再看看 行 大家请先合理 来 走 我 今天真的谢谢你 你去问我 陌陌 陌陌 雨晗 有什么事吗 那个 外面下雨了 我送你去看阿姨了 不用了 阿姨的病 谢谢你的好意 我刚说了 是胃癌 不过很快就会做手术了 我相信 所以我妈会没事的 我能不能去看看阿姨啊 你还是别去 我没别的意思 因为阿姨对我很好 所以我应该去看看她 我知道 其实 我没有告诉我妈 她的癌症的事 我怕你去了 她会怀疑 行了 我先走了 那你把伞拿着 不用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餐馆倒闭了 不行 沐 你能不能胖我点好啊 你餐馆没倒闭 你这个时间来这下 花用什么呀 你是不是知道我菜馆有多忙 吹去吧 我不吹牛 要不这样吧 你跟我去我菜馆看看 到底忙吗 行了行了 我信你也行了吧 那你来做什么 做红烧肉 我没见啊 我在电话里 听顾妙乐说阿姨病了 我想去看一下阿姨 你不用去了 谢谢你的好意 我非其不可 阿姨她不光是你妈 也是我们餐馆的员工 我这个老板又不是周八皮 我还有人情味的好吧 我谢谢你啊 你的好意我心里了 该干吗干吗去 你这是干吗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生什么气啊 这 我怎么那么不生气啊 你没看你刚才 跟梁雨晗那个样子 都快溺死了 可我怎么就那么招人烦了 我都想说这么招人讨厌啊 行了行了 我不是这意思 其实我妈这段时间 状态不太好 你要是想去看她的话 过一段时间再去吧 就这样 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 好了你也别伤心了 哥借你个肩膀靠起来 忙你的去吧 来 忙了 所谓 folk谱却 揭耽我是谁 这还用猜啊 我孩子她妈 我都猜对了 干还是不松开啊 孩子她妈 对不起啊 我是五一翻到的 我不是故意要看的 没关系 我相信你 谢谢你的心 雨晗 这么晚了 妈怎么还不睡啊 嬷嬷 我心里乱乱地睡不着 睡不着 那就让女儿来陪你聊聊 为什么睡不着呀 我这心里啊 总颠着菜馆的事 你看我病了这么久 乐乐也在这儿陪着我 我就想小春她一个人忙得过来嘛 我遇到小春 她说店里的生意挺好的 不过我也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她这个人呀 满嘴跑火车 嗯 行了 小春还是很不错的孩子 我想 你跟雨晗分手了 是不是跟小春的缘分开始了 你觉得呢 妈 你在说什么呢 我跟小春只是哥们儿 哥们儿 行了 那就是妈想多了 说真话 你是不是觉得她配不上你 是我配不上她 行了吧 那倒是 小春的家庭条件那么好 咱是配不上人家 这大晚上呢 咱能别老提小春吗 好 不提 不提了 小时候啊 你都是像这样一样拍着我睡觉的 就区 sack 像是看下的 吗 好像是只看下的 距离 这种面团 你 prophet 对 这品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还不睡啊 我看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是不是有什么的心事啊 爸 我没事 就是睡不着 韩罕 爸爸可能老了 不太懂你们年轻人的事 特别是感情方面的事啊 但我得提醒你 孩子 你已经对不起一个了 你可不能再招三慕四 再对不起一个 我先睡了 你也别熬太晚 孟杰 对不起 小川 是这样的 我妈刚刚突然醒过来说 特别想吃红烧肉 我马上给你做的送过去 你在哪儿啊 我现在就在店里啊 今天我在菜馆值夜 麻烦了 等我啊 是啊 对 他刚刚得不起就睡着了 我 那也没事 我这个宝文童特别好 就算过几个小时 里面的肉也是 不会娘的 好啊 谢谢啊 没事 你说我这深更半夜的 给你送肉 你就一句谢谢啊 那我不说谢谢 我说什么呀 怎么也得说 一直想许臣 你是不是这个时候 还开什么玩笑啊 对了 还没问你 阿姨到底是什么病啊 乐乐没跟你说 上次的比较急 我也没问清楚 我们下去说吧 好 走 晚安 阿姨 真没想到啊 这事这么严重 不过钱墨 你也把心放开了 你说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发达 胃癌也不算什么太大的病 还是有之于希望的 真的啊 真的 听我说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 我大学有一个同学 是个美女 长得特别漂亮 后来得了脑癌 医生都说了 别治了 赶快拉回家去 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他们家哭得跟什么一样 像天塌了一样 可是人家呢 该谈恋爱谈恋爱 该旅游旅游 心态就是好 硬生生活了好几年 医生和他们家属说 要节哀顺变 可是人家 越活越精神 气色越活越好 结果到医院一查 癌细胞全都没有了 真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心态好 癌细胞就会消失 没错啊 你是不是在骗我呀 你看我骗你干吗呀 前面你听我说啊 胃癌 要比肝癌和脑癌好治 而且阿姨是胃癌中期 不到最严重的时候 我再给你讲一个 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在海外留学的时候 大学有一个同学 得的也是胃癌 可是人家是晚期 大夫都说了 最多活三四个月的时间 可是人家呢 压根就没管这回事 用三四个月的时间 考出个冲浪执照 整天给自己就是 玩刺激 玩惊喜 结果把癌细胞全给吓跑 这么神奇 哪一个 我怎么听起来 那么像那些 狗血的联系剧呢 是啊 我也这么觉得 等等 合着你的同学 都得过癌症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的同学会谁还敢去啊 不是 你这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离我远点啊 不是 你离我妈也远点 你太可怕了 不是 你不讲道理 其实你说了这么多 是想让我放心一点 开心一点 我都知道 谢谢你啊 小川 其实你这个人吧 除了花一点 色一点 对身边的朋友还是挺好的 是个好人 我还有好多优点 等你慢慢发现哦 好 睦睦 雨晗 怎么了 你已经对不起一个了 你可不能再朝三暮四 再对不起一个 雨晗 那个 你头发上有东西 哪儿啊 这儿 还有吗 没了 谢谢啊 你们现在女孩子呀 光想着臭美 怀孕了还穿这么高的高跟鞋 妈妈 我不是才两个月吗 没事的 嗯 怎么没事啊 以后要穿平跟鞋知道吗 好的 知道了 这两天妈妈一直在想 什么时候能看见小宝宝啊 妈妈 她才两个月大 你要是想见到她 还早着呢 就是 妈妈心太急了 哎 今天怎么想着来妈妈这儿了 雨晗怎么没陪你一起 她上班了 妈妈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不太高兴 是不是不舒服啊 有反应吗 觉得恶心吗 嗯 没有 我就是偶尔吃很油腻的时候 才有点恶心 好 今天带妈妈这儿吃 妈妈给你做一点清淡的绿色食品 好 好啦 自己多走动走动啊 嗯 那妈妈去给你做 好 谢谢妈妈 喂 哎 孟姐 你在哪儿啊 我在妈妈农场这儿呢 哦 一会儿我去找你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不顾肉 组量 你在剩住吗 你放点吗 你是要的章戒吗 可 是啊 哦 这款还不错 可以来这里你看一下 谢谢啊 嗯 等一下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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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你妈喜欢待在这儿 这儿这么漂亮 确实会让人的心情变得很美丽 漂亮的地方 人的心情就会美丽吗 冬姐 对不起 让你难受了 请你相信我 我不会再去爱顾潜默了 虽然偶尔想起她 我的心里还会有点痛 但是过去的感情就已经过去了 已经消失不见了 冬姐 现在对我来说 你是最重要的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你不爱顾潜默 你爱我吗 我爱你 我爱你 冬姐 虽然我已经决定结婚了 但我还是要想她求我 婚婚聚落 要让这感动 是一种孤狂 嫁给我好吗 我心的欲中 这是微笑的失望 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诊语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只爱爱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家人 会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所以 你必须嫁给我 陪伴我 谁的回忆 随风漫漫将我 微笑着 微笑着你只是邂逅 要让这感动 是一种孤狂 无尽的宇宙 这是微笑的失望 哎呀 equals 是一种孤狂的宇宙 不是闻一个宇宙 是优伴的宇宙 也不肯定是这种孤狂的宇宙 是够回国家认可的 不过 龙间倒还没有认可 民间怎么没认可的 老婆 我突然发现啊 国家对我们挺好的 你什么意思呀 你想啊 国家认可我们的婚姻 我才花了九块钱 要想民间认可我的婚姻 我都不知道花多少钱了 你说这婚礼怎么就这么贵呢 要什么婚纱婚庆婚车 搞得我头都昏了 嫌贵啊 那不办了 办办办办 再贵都得办 还想不办 不办你问他同意吗 真是 谁啊 那我就问他 八卦 你说这个婚礼 到底是什么 不办还是不办啊 行 怎么说的 宝宝说了 可以不办 怎么可能 讨厌你骗我 老婆 就算宝宝说不办 这个婚礼我必须得办 只要你高兴 多贵都得办 现在学得有嘴话少 你这行 那不是跟老婆在一起 老婆给我的自信吗 老婆 起嫦回宫 嫦 慢点 下 老婆 放心吧 婚礼的事情 全部交给我来做 你只需要 安安心心做一个漂亮 幸福的新娘就行 谢谢老公 你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刚才我去交医药费的时候 医院说 有一个神秘人 帮我们把剩下的医药费给交了 有没有人把医药费交了 谁啊 神秘人 喂 廖小串 多少钱啊 我给你 那儿我给阿姨付的医药费 又不是给你的 那儿我给阿姨付的医药费 我们现在手里头有钱 就不用劳烦您落大少年了 不是 你们有钱是你们的事情吗 这医院是个无底洞 你又不是不知道 有钱你们自己留着啊 嬷嬷 那不是良性肿瘤吗 怎么是无底洞了 不是 阿姨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跟你讲到现在医院 黑着呢 真的 你治个感冒都是无底洞 就是 妈 特别贵 刘小串 别废话了 你卡好多少 我给你打过来 不是 我说你这人 怎么这么轴啊 这种事情有什么可烦的 这么矫情 都是为了阿姨的身体 不跟你说这些事 阿姨啊 我先走了啊 你好好休息 你没走啊 不是 你把卡号给我呀 小若哥 你这个人 小若哥 我送到你啊 干吗呀 这一个一个的 都有神经病啊 这一个一个的 嬷嬷 咱还是得把钱还给人家 嗯 我知道 这不合适 小若哥 小若哥 你难道吗 你怎么出来了 小若哥 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我们全家呢 都特别感谢你 对我们的照顾 其实我姐她心里也明白 只是她这个人比较轴 小若哥 其实我和我妈看出来了 你挺喜欢我姐的 喜欢 喜欢要能怎么样 喜欢就去追呀 我姐现在刚好跟宇晗哥分手了 处于感情的空窗戏 你这时候不抓紧 万一将来多一个竞争对手 你说怎么办 我也想追呀 但是你又不知道你姐那个脾气 除非你们帮我 没问题呀 我和我妈呀 特别想你成为我们家里的一份子 加油吧 姐夫 好小求子 说吧 又有什么事求我呀 尽管说 反正我也不一定帮得了 那个 我想和顾谦莫表白 真的啊 哥哥你终于开窍了 什么时候啊 妹妹啊 你鬼点子最多 你帮哥哥想想 我到底用什么方式 能打动这个女汉子的心呢 求人总要有个态度 用三个字 哄我开心 快点啊 你聪明 嗯 你可爱 你可爱 随便吃 这就对了嘛 你快帮我想想啊 我到底该怎么表达呢 搞一个电视球爱 还是摆那种锡形的蜡烛 或者我在他们家楼下 多搞些乐器啊 弄些吹辣弹唱什么的 哥 您这是要办红事儿还是白事儿啊 成了就是红事儿 没成就是白事儿 哥 你这不行 这种方法呀 根本没法打动 签谋解决那种女汉子的心 那这怎么办呢 要不要来点浪漫公事啊 要我说呀 你就别玩那些虚找 借钱可以迂回婉转 求爱呀 必须直奔主题 这好吗 哎呀 怎么不好呀 你听我的 绝对没错 我出的办法呀 你也不想想 来来来 我们以可乐代酒 与你表白成功 能不 Ot 想不到骆天明赢得了这么重的病啊 这是天在帮我 天在帮我嘛 明天集团注定是我顾华军的 那我们动手吧 不 今天是星期五 这样 你去把明天集团所有的股票 都给我抛出去 星期六也就是这个周末 把罗天明的病情向外公布 宣扬出境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星期一股市一开市 明天的股票一定大跌 到时候用最低价把它全部收回 一举拿下明天 老板一敏 那我现在去安排了 去吧 我的那个外甥这两天怎么样 照您的吩咐 那些我们不变出面的事啊 都交给他办了 他还特别乐意 再愚蠢的人 也有他存在的价值 你这样啊 给他安排个职务 部门经理啊 组长什么的都行 重要的是 能让他死心塌地的给我干活 明白 那我去了 去吧 会 猪八戒啊 猪八戒 你终于出人头地了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怎么这么优秀啊 你终于拥有这么大的办公室了 你终于拥有这么大的办公室了 朱总 你有什么事吗 朱总 我是莱丽娘送我们车药下 我也有车了 完美了 看好我的车啊 这我猪八戒的车 这出来进去别给我蹭了寡了 听见没 好 知道了 这个阶段 还是要得 坐着 这个阶段 还是要得过 我们看不见一瓶就没有的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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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小第 谢谢 K明 你怎么看上去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太累了 好 可能公司事情多吧 小郑跟小雪呢 他们都不在啊 他们两兄妹神秘兮兮的一块出了门 谁知道搞什么鬼 难得两兄妹感情这么好 那以后我走了也放心了 什么走不走的 你怎么说这么不提力的话呢真是 白白白 你是大学毕业生啊 别那么迷信嘛 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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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什么什么事 我是问你怎么了 你这样盯着我看 我脸上有东西吗 没有 我看你 因为你好看 脱了四十的人了还好看什么呀 老了 别说自己老嘛 你老了我不是更老 我们年纪大了 就喜欢回忆过去 你还记得 我向你求婚的时候吗 那时候你傻傻地到我家 还以为来当秘书或者是当保姆 对吧 是啊 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我出身寒门 我想都不敢想 你这么一个大老板 居然会娶我做你的太太 你就是永远都没有自信 我确实是没有自信 哪怕到了今天 我真的都不敢相信 我做了骆天明的太太 小雪你都生了 肯定是骆太太 其实我自己 几斤几两我自己知道 当初你娶我 除了我还算年轻漂亮之外 更主要的是 希望小春能够感受到母爱 可惜到了今天 小春还是没有能完全接受我 别急 慢慢来 小春这臭小子虽然有点幼稚 但是心地还是好的 我看得出来 你待他是真心的 只要你能明白 那小春接不接受 我都无所谓了 哥 你这身西装可真帅啊 我相信啊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快进去吧 你胆子这么小还怎么泡妞啊 快去快去 阿姨 郑先生 不好意思我们旁边这位重症病人 他不能接受花粉 花我就先带走了 你 有事吗你 没事 没事 想来就行吗 没事 快进去 快进去 你正好来了 帮我去把这碗冲了吧 我去把衣服给洗吧 快点啊 你来啦 看书呢 嗯 你妈呢 你妈呢 我妈去做检查了 怎么 你找她呀 我没事 切莫 我 我 大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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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你来了 大姨 大姨呢 乐乐陪我妈去做血检了 我听说大姨病了 你说大姨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活呀我 表哥 我妈没事 没事了 我的心哪 都提到嗓子眼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小瓶车转过我 这小瓶转过我 就是他创的我表妹 他创我我他跑了 他逃逸了他 裴姐 赔我医药费 赔我医药费 我可以赔你医药费 你先给我几分钟好不好 你说什么 你要几分钟干吗 我有事情啊 你先回避一下 你先走啊 你说什么呢你 我凭什么离开啊 我来看我大姨来了 我大姨生病了 这是我表妹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团聚 要走也是你走啊 小子 我跟你说啊 你马上离开 以前的事我不跟你计较了 我大人大量 听见了吗 再说了 你那些臭钱我还看不上呢 我发达了 有钱了 看见没 看见没 我穿的是一身名牌 表 瑞士的金表 手链 意大利的金手链 再瞧瞧你 要戴戴金的 不要戴布的 赶紧给我离开 离开 我不走 不是 表妹 她什么人啊 她过来干吗来了 她跟你什么关系啊她 我是签默的朋友 我是看阿姨来的 对 她是我朋友 你看我大姨的 东西呢 看人的东西呢 空手来的呀 我看你分别是 对我表妹图毛不轨 你不是来看我大姨的 你心怀鬼胎 走 不走 走 我干嘛要走就走你走 我骗什么走啊 我买东西了我花钱了 空手就马上走 离开 我是签默朋友 我来看阿姨的 我为什么要走 你不走是吧 我不走 你也不走 我来看阿姨我走什么走 我走 我走 再一次 一點點 留下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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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